Yo大家好我是隋君好久不见了 今天为了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准备给大家看几位我的家人 四位家庭成员 伯尔赫斯 Nora 小花 还有小灰 人生最幸福不过如此 没有了哟 首先这位是伯尔赫斯 是个小男孩 今年8月份的时候才过一岁生日 因为体型比较大 所以通常我们叫她大猫 然后这一位呢 是她的孪生妹妹Nora 性格比她哥是安静不少 她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 哎哟宝宝 哎哟宝宝 这位呢是小花 因为长得比较像一朵花 所以我们叫她小花 别看她才8个月大 但是特别特别的聪明 别的俩兄妹是聪明的不少 然后呢这个黑不溜秋的就是小灰 都已经7个月大了 而体重还不到2公斤 小得像是一个汤圆一样 但大家看了我们的家人 所以四神无路我们也是一家人了 来我们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呀被咬了 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是如何从一个游戏博主 变成猛宠博主的吧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伦敦进入了冬天 家里冷冷清清 太死气沉沉了 因为疫情在家待了好几个月 人都在傻了 我们在一天晚上吃炸鸡玩桌游的时候 突然在群里看到有猫主人 想出一对剁偶双猫胎 我们看着这面相不错 心里想着不舒服 一直说想要养猫 那咱们养吧 于是我和鼓鼓先和原主人说好 然后赶紧去储慕店 就买了这个猫砂盆 还有猫粮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后就去接他俩回家了 这个呢是他们第一次到我们家 时候的样子 兄妹俩并不是很怕生 即使家里很乱 他们很快就在新的环境里 打成了一团 并睡在了床上 那天是我人生里面最难忘的日子之一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养过猫猫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dog person 爱狗人士 结果布尔克斯非常眼神的那一刻 仿佛看到了蔚蓝的星空 可以说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爱得无法自拔 我们一起快乐地相处了一些日子 然后赶上房租到西马 就带着布尔克斯和男人一起搬进了新家 这次新家的空间非常的大 楼上楼下的 起初兄妹俩非常的害怕新的环境 一直窝在阁楼里不肯出来 但是随着家具一在这摆进来 兄妹俩开始渐渐熟悉环境了 每天顺着楼梯跑来跑去 脚步凶咚咚咚很是有趣 大猫怎么了大猫 大猫 在英国养宠物是怎么样一种体验呢 首先养宠物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首先呢 宠物就像是你的家人一样 你要对他们就是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我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四个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 虽然没有养孩子的经验 但是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很难以割舍的感情 比如说他们如果生病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特别特别着急 从养猫到现在呢 遇到了一些大大些小的事情 因为家里面有四只猫嘛 所以我觉得猫猫总是容易生病 他们生的最频繁的病就是拉肚子 总是吃一吃不知道怎么就开始拉肚子 然后在这几个月的相处中呢 我也学会了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想给猫猫换一种新的猫粮的话 一定一定千万千万不要互转就换 一定要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换 而且最好是不换 因为猫猫的胃真的特别特别的脆弱 一旦得来换新的吃的 马上拉肚子 而且这个拉肚子一下子传染全家 每次这四只猫只要有一个拉肚子 第二天全都拉肚子 然后就是我频繁去兽医那里的这个光顾的时光 所以兽医那里面的人基本上都非常非常有点熟我 可能不是因为我的这个头发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带小猫去 而且英国这边我发现养狗的人 要比养毛的人多的特别特别多 每次我去兽医那里看到很多是狗狗 很想看到猫猫 然后那几个医生特别特别喜欢我们家的猫猫 每一次我过去的时候 那些护士姐姐纷纷过来 我就被拉到这个医生的小办公室里面和医生聊天 然后这期间护士一会儿来 一个一会儿来 开始摸它们 现在我抱的这个是Nara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Nara是它最最喜欢的小猫 但是其实Nara的身体在这个四只猫里面算是最好的 身体最差的是小活 因为它总拉肚子 它一开始刚来我们家的时候肚子里面有这个寄生虫 然后当时晚上特别特别吓人 半夜发高烧 小花更惨 小花是上吐下泄 当时是半夜两点钟 然后当时大家都在睡觉嘛 然后突然听到那种特别难听的呃的声音 一开始我以为房子里面闹鬼了 后来一看有个小镇影 边走路边吐边走路边吐 结果一看是小花 他就当时晚上上吐下泄了 后来我们打了这个急救电话 过了大概半小时吧 来了一个急救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呢一摸这家小猫说哇好烫 一看体温 小花当时41度 小灰当时是39度 但是小灰当时就活蹦乱跳的像没事人一样 小花整个人就是眼睛都睁不开 感觉特别特别的痛苦 后来医生给他们打了针 给他们吃了药 各种各样的治疗吧 医生觉得是这个寄生虫 引起了细菌感染 然后就拉肚子啊 上头下泄什么肠胃感冒嘛 要换作我们人类的话 大概就是急性肠胃炎 但是小猫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脆弱 然后经历了一顿处理以后 大概已经早上天已经亮了 七点多了 然后小花感觉好像退烧了 就一个人在角落里边 就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 医生也走了 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药 后来我们实在是太困了 睡觉 睡到早上11点又开始起来 去宠物店 按照医生的这个吩咐 买了一些特别特别纯净的猫粮 把他们所有的猫粮 全部都换成肌肉 然后再买一些对肠胃 特别特别有辅助的 再买一些玩具 逗他们玩 小花和小灰呢 平时总是打架 但其实他们的关系特别的好 他们白天打架 晚上就会睡在一起 有一次 当我要把小花 带到兽衣那里去的时候 小灰跳到笼子上面 仿佛不让我带小花走一样 我觉得搬到新加来 最大的一个感触呢 是首先猫猫的 活动空间店搭了 天气好的时候 会带他们去院子里面 去玩一玩 但这几只猫有一个特点 他们特别特别喜欢 钻到别人家的院子去 就是在前天嘛 天气特别特别的好 大概278度 然后我们就决定 让猫猫去院子里面去玩了 晚上一会儿发现 院子里面只有两只猫 这两只 另外两只不见了 然后调查一番 我们发现 他们跑到隔壁家的院子里去了 之后就发生了一个 特别特别令人射死的事件 就是我去从来没有打过 招过的邻居家敲门 说可不可以把我的猫猫 要回来的猫猫在你家院子里 然后我就在他们家 全家人的注视下 在他们家院子里面 去追那只两只猫 然后这一家人 他们是墨西哥人 他们的文化里面 可能有一些奇怪的信仰 他们觉得如果猫猫 突然间跑到你的家里来的话 是一种幸运 因为他们家的后院 你要先绕过 他们的这个厨房餐厅 然后当时我去他们家 在我路过他们餐厅的时候 看到他们家那个女孩 还有他的女孩的妈妈 两个人双手合适 在这祈祷 大概是说 我们看到猫猫来了 我们很幸运 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解释 那个猫 它不是从天而降 它是从我家钻过去的 然后他们家两个女孩 两个男孩 加上一只狗 就在透过窗户 就看我在院子里面 追了两只小猫 追到20分钟 才把他们追回来 现在想一想 还是觉得非常的热死 大家知道 养猫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就是在主人关怀猫猫的时候 主人是充满了一种责任心的 你是一个care taker 你去照顾它 去关爱它的时候 你是在付出一种爱心的 这种爱心呢 是由字而发的 是完全出自于内心的 在我对他们好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自己也很开心 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在帮助自己 因为我觉得人在关心 其他人的时候 或者是猫猫的时候 它就是在爱对方嘛 然后这种感觉呢 会让自己也觉得很舒坦 很幸福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看在哪儿的费战 可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 以后可能会分享 更多的猛虫片段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